张子凡为祖李星云击杀树李朵大打出手 既如雪惨遭伤组织偷袭深重剧毒 墨北战立天花板耶律制武出动 在第三集中张子凡因为劝说女帝向墨北臣服这件事被骂惨了 要知道以女帝的性格她怎么可能愿意投降 更何况要归顺的还是外族人 虽然中原人知道李一道德 但一族人可不受教唤 如今的墨北只会使用武力解决问题 正如张天师所言难道让百姓寄人离下后 就真的能安居乐业了吗 如果把齐国随意拱手让人 那么墨北的野心只会更加膨胀 所以无论如何只可败不可想 但张子凡却偏偏一再地要求女帝审视夺势 从官方放出的超前预告来看 李星云想要击杀树黎夺使得墨北群龙无首 而张子凡很明显一错再错 竟然变成了王后树黎夺的保药 虽然他的目的是不想再掀起仇恨 让老百姓继续饱受战乱之谱 但古往今来没有战争又哪来的和平 张子凡的这种做法确实让人难以理解 无疑是把自己推到了所有中原人的对立面 身为汉人却屡次帮助着外人 当然以不良人的剧情 也不能排除张子凡另有打算的情况 此外作为女主的姬如雪 在这季中更是被虐得不轻 原本姬如雪可以置身事外 不管不良人的事 但她却一直怀疑天暗心就是李星云 所以执意要和她一起行动 从超前预告来看雪儿又遭到了巨大危机 不仅有掉落悬崖的镜头 在被老李抱着的时候嘴唇也有问题 似乎是身中剧毒让人无比心酸 也正因此老李怒火攻心之身闯入墨北大营 即便不惜一切也要只取树李朵的性命 而树李朵经历了如此惊险的刺杀事件后 也终于是坐不住了 觉得身边不能没有高手保护 于是就安排耶律之武贴身保护自己 按照第六季的设定 他乃是契丹族的战力天花板 并且还是一位萨满教巫师精通各种巫术 有他在身边树李朵就不用担心被暗杀 反倒是想更快地击杀李星云拿下起步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